都说要致富先修路 所以得给丈母娘家修路才行 为了修这条路我们请了六个工人 然后我们自己家有二伯三伯 还有我爸还有我 四个人一共十个人修这条路 家的对面正在做工厂 现在刚好合适把这条路修起来 看以后能有什么致富之路 我们用了一个上午就把这条路修好了 大家猜一下 工作一个上午的越南工人 能拿到多少工资呢 视频的最后 我给大家报一下他们的工资 还没做到一半 有个雕麻把那机器搞坏了 这条路大概五六十米 然后飞出来 对面刚好是新做的工厂 我自己也要去帮忙了 所以不能拍视频 然后就放在这里 然后远远的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就行了 调了几个位置找一个合适的 蓝色衣服的那个就是我了 穿着是修这条路最亮的窄 一共有五个人负责搅拌机 三个人推车 两个人铺平 我的工作虽然是办公室的 但是真正干起活来 我一点也不受远 路起袖子就是干 我的努力也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还说明天要带我去别的地方干活 我操想搞死哥呀 大家看我今天干活把自己的手都毁了 都摸起泡了 肿了 此时此刻的我终于明白了 人为什么要努力读书或者学一技之长 如果做苦力的话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累 我做了一个上午 手脚全身都是软的 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 终于把这条路修好了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舒服 高大上一点了 最后面给工人发的工资是20万一个人 也就相当于60块干了一个上午 越南苦力活的工资也不是太高